倒數霸天了 馬上就兩場投票了 一個是中二選區的補選 另外是霸場的罷免投票 好 大家都講說霸場罷免投票是什麼 清零散場啦 有這麼樣的一個說法啦 現在居然兩邊都說出來說有這個 韓國瑜效應的可能嗎 是什麼 我們一一的先來跟各位講 我們現在講到這個清零散場的部分 現在看起來好像選情是有點偏冷一些的 是不是 但是呢 這個大家都在講說 台北市長柯文哲接下來可能是關鍵喔 有些人會講說是不是什麼選舉 都要扯成藍綠對決呢 不過其實也有藍營的人說 哪有什麼事情每一個坑 都算在KMT 都算在國民黨身上的嗎 對不對 而且現在這個選情到底怎麼樣 剛剛講除了偏冷之外 其實中正萬華區7%就是白色力量了 所以才會講到說柯文哲他的態度 會是接下來的關鍵 而另外呢 我們看到他講說呢 林昌左他講說他擔心韓國瑜效應 為什麼啊 大家知道吧 明天什麼日子 明天大安森林公園 這個有這個簽書的慈善的會嘛 對不對 音樂會 所以在明天 韓國瑜的出現在大安森林公園 是不是呢 會有一些影響力 會不會號召出什麼樣的能量來呢 大家也都在看 至少呢 林昌左自己是擔心的啦 他有講出這麼一句話 擔心韓國瑜效應 好 不過我們看到呢 這個霸場領銜人周世雄他怎麼說的 他說你這個鬼扯啦 你這個時候拿韓國瑜出來講 你根本在炒作 根本就是為了讓大家更加的對立 甚至呢 當初你的選區 疫情很嚴重的時候 你都悶不吭聲 這個時候韓國瑜好像開始 有一些最近因為出書的關心 頻頻的出現在螢光幕前 你就在這個時候 非得要把韓國瑜講進來 認為都是在炒作 不過呢 也有人說啦 現在呢 綠營接下來規劃呢 在罷免之夜 好 前一天晚上 會有大咖全部都過來力挺 那究竟最後會是怎麼樣 會不會把這個很冷的選情呢 有一些影響呢 得看最後會有什麼樣的變化了好不好 那另外呢 在中二選區的部分啊 現在有一些狀況了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前國民黨的皇國元黨部主委退役的少將于北辰呢 他在怎麼樣 他在昨天12月31號突然說宣布 還退出國民黨 那接下來呢 他的動作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 這個顏寬恒他是怎麼說的 就知道他的動作是什麼了 他說呢 他就為了3000塊的通告費啦 去上COCO的節目啦 就為了怎麼樣 讓自己可以留在美光燈前 他根本就在出賣自己的靈魂 顯然這是滿生氣的哦 你突然的倒戈之後呢 你接下來的動作 這讓大家非常的不滿 不過呢 這個最後的衝刺啊 想必顏寬恒這邊也是有大咖過來的 我們看到呢 國民黨這個當主席朱立倫 連勝文 黃敏慧都會過來 那除此之外呢 預計還會有所謂的韓系大將暗住 那講到韓系大將會是誰呢 好 現在就點名了李四川呢 據說是朱立倫請他來幫忙助政 不過呢 他本人到底怎麼說的呢 他其實是比較低調一點點的 因為他還是有在民間企業來工作的 所以他說呢 他會在適當的時間 適當的地方來去幫忙 他沒有否認哦 但是他講的比較隱晦一點 是要在適當的機會 適當的時間跟地方 究竟會用什麼樣的形式呢 大家就來拭目以待了 不過現在呢 很多人啊 對執政黨真的是越來越不滿啊 尤其是講到這個國營事業的時候 大家一聽真的好生氣哦 明明國營事業在虧錢 憑什麼 憑什麼 你虧錢啊 憑什麼還要拿錢出來當小金庫呢 這個地方建商大手筆的捐助改建壽山動物園這件事情 高雄市獨特的煉金術啊 讓藍軍就質疑了透過捐目的形式 迴避了議會的監督 這根本就是遊走在灰色地帶 而監察院呢 其實應該要直接怎麼樣 介入調查 國民黨呢 將會在利益院總預算超越協商 提出主決議 來要求國營事業各縣市的 牧林經費必須要有統一的標準 高雄市長陳其邁一紙公文 輕易募得壽山動物園改建所需的 五億經費 獨特的煉金術讓藍營其他縣市好羡慕 連監察院也質疑 是有走在灰色空間的另類政治現金 應該要介入調查 高雄市政府是帶頭違法 根據公益勸募條例 高雄市政府為壽山動物園來勸募 這算不算是一個公益性 以公益之名行壓榨之使 高雄市府跳過公務預算編列 迴避公債法 不受議會監督 更誇張的是台電中油負債還大舉捐獻 難道是小英愛將陳其邁屆勒索嗎 蘭偉將在立院總預算朝野協商 提出主決議要求國營事業 各縣市的牧林經費 必須要有統一標準 避免國營事業變成執政黨的一個提款機 隨便要叫他捐多少就捐多少 因此我們在總預算審查的時候 我們會提出主決議要求 他的敦情募靈這一部分的基金 的一個發放一定要法制化 充滿灰色空間的另類政治現金 有必要攤在陽光下解釋 記者綜合報導 好 剛剛就講到了台中中日選區的立委補選 現在倒數八天時間了 嚴寬恆痛批綠營 不管是總統也好 明代也好 就慶典活動的時候 每個人都在續寒問暖 那到了選舉的時候怎麼樣 把你直接打入18層地獄 無法認同這樣的作為 更炮轟作為候選人的 林靖怡你要有肩膀啊 服務處是他承租的 也是他使用的 不要甩鍋給不傷甘的人 每一次有活動慶典的時候 總統也好 這些政府官員啊 這些院長 副院長之類的 大家來到這邊都虛寒問暖 說這樣 非常 大家都很合理啦 問你吃飽 問你穿有消費 非常關心你 但是現在選舉一家 就把你打入18層地獄了 說你黑頭 說你起有八時 說你娛樂鄉民 所以真的是 無法認同這樣子的做法 我們也非常不屑這樣的說法 這個黨政高層坐穿機來 然後服院黨 還有這些院長 部長 全部都是動用國家機器 來幫助特定候選人選舉 我們在野黨的候選人 我們就是只能靠鄉親靠自己 我們跟人民站在一起 他們跟高層站在一起 我們跟人民站在一起 這是一場台中市第二選區 選民一個自我展現意志的一個選戰 做專機也好 用這些公部門的資源也好 都是在用我們國家資源 只有我們自己 用的是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能量 還有選民給予我們的資質 我們這些多處的服務處都是租的 那你要說 楊先生你對於這個地方 他可口聲聲說 他是這個地方土地的主人 那這裡更多這個土地的主人 他其實並沒有像他們 那麼多的資源的情況之下 有很多是舊的繼承違建 他找這些一般民眾的麻煩 自己難道不會覺得太誇張嗎 那我也要請林靜宜 他身為立法委員的候選人 應該要有肩膀 這些服務處是他承諸的 服務處是他使用的 請不要把責任推給其他不相干的人 好 當然新年新希望 剛剛看到的是 決定要投入選戰的過去的領先人 那當然也有很多我們關注的名人 他們也有一些他們的新年新希望 我們先來看看 高嘉宇呢 他因為歷經了家暴風波之後 他也來PO文了 他說這是充滿挑戰的一年 磨難跟感恩的一年 有一師必有一德 因為他看到人性黑暗的一面 但是呢也得到很多溫暖的支持 跟鼓勵 他的新年新希望什麼 2022希望相信 善的力量會給我們勇氣 擁有懷抱著理想跟熱情 自然會朝向光亮跟希望的未來 他提醒大家呢 一定要勇於有自信這件事情 好 女性呢我們希望大家可以 對自己有足夠的自信 而且呢是面對困難對不對 好 另外呢我們知道了這個呢 白兔這邊呢其實他們妹妹呢 因為捲入了這個王力宏的婚變風波嘛 甚至呢傳出這個親身進到醫院裡面 姐姐非常罕見的發文 他說希望我身邊最在乎的人 能盡早出院恢復身體健康 再想誰不言而喻 好 另外呢韓國瑜出了新書之後呢 最近關注度非常高 不斷的出來希望做一些公益 做一些慈善 這一次的新年新希望他刻意PO出了自己 來高空彈跳的照片 感覺呢是意在告訴大家 勇於自我的挑戰 好 我們看到他的PO文是說 10月10號國慶日大膽嘗試挑戰了極限運動 高空彈跳 從高空一躍而下克服了人類與生俱來的 遲疑恐懼也對自己許下心願 要用善的力量凝聚更多圍光 讓台灣更好 好 確實呢他現在心心念念就是希望台灣可以過得更好嘛 而在明天呢他不是也有辦活動嗎 也有很多人說會立挺會前去 但是現在呢在選舉方面雖然在講說呢 會不會有一些韓系力量來幫忙中二選區接下來的選舉 但是呢現在有一些變化是什麼呢 因為國民黨的黃國元黨部前主委余北辰 他突然宣布要來退黨 而他要退黨之後他做什麼 他直接在政論節目來公開力挺 民進黨的立委補選候選人林靜儀啊 這件事情呢讓大家非常的不解 也遭嚴寬恆來批評說他是為了3000塊的通告費 來出賣自己的靈魂 這方面呢余北辰他回應了 他說自己支持林靜儀無關黨派跟立場 只是因為他跟林靜儀是有多年私交的朋友 面對顏寬恆的批評他一笑置之 他認為理解他補選的壓力大 不會把這些的言論放在心上 上週一寇的節目 從為政黨辯護到了落井下死的幫凶 過去他是退伍的少將 但是就為了留在美光燈前 出賣自己的人格出賣自己的靈魂 不管是藍是綠 沒有了政黨如果沒有了靈魂 那跟外面的連鎖便利操商有什麼差別 其實我在9月份就已經申請退黨了 那只是因為被黨部把它給擱置下來 所以我就在臉書上宣布了我離開國民黨 那第一時間林靜儀是就打電話給我 他就打電話給我 他就說 他說將軍 這個知道你心情一定很不好現在 離開了支持了這麼久的政黨 他說如果可以的話 你要不要這個 他就給我加油了 他也沒有說叫我支持他 我就跟他講我說我說我離開國民黨的勇氣 比不上你參加中二選區選舉的勇氣 所以我說我也給你加油打氣 你加油你要堅持到底 這是一個朋友之間的支持 因為我們認識嘛 長久以來就是認識的 所以我就在這個節目上我說好 我說金儀一定要當選 既然有勇氣選到底就一定要當選 一定要贏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朋友之間的一個支持 那麼我覺得既然已經不屬於國民黨 我的黨既不在國民黨了 我對於朋友的支持 那當然是我的自由 這怎麼可以叫出賣靈魂 我覺得是不是有點嚴重了啦 那至於說 以前的同志 那既然我已經離開了中國國民黨 而且最主要是 我不曾接過他一通請脫電話 而且說我前一段時間 在遭受到這個網路信件 聲明威脅的時候 他也沒有給我關懷啊 可是林靜儀有啊 林靜儀有啊 我說什麼叫朋友 什麼叫同志 我分得很清楚 同時當我離開了這個黨以後 就不再是同志了 但是朋友是一輩子的 所以說這是我的想法跟觀念 我也不怪他啦 因為他目前來講 選情相當的緊繃 我覺得任何的風吹草動 對他來講都會有影響 那我也給予他祝福 因為我覺得既然離開了國民黨 不出惡言 不做同志 如果連朋友都做不成 我覺得那太遺憾了 我們還是好朋友吧 這樣不是很好嗎 我覺得沒給你 我帶你來影響 很久而知 他要來影響 我告訴你 他是故意的